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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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协网站显示这家商店今年共累计了18起投诉 消协上个月也同店主会面要求他们解决投诉案 否则将对他们发布禁制令 律师表示 这包括下令他们停业 律师也表示 由于珍珠方的商店是分层地契 店主可自由出租 因此大厦的管理委员会 也比较难干预 为了提高消费者对这些销售手段的意识 消协政和警方以及旅游局紧密合作出版小册子 为珍珠方 幸运商业中心以及森林商业中心的消费者 提供购买电器的贴士以及调解囚分的资料 新传媒新闻记者 庄清林报道